念男子 你在這裡幹嘛 大家好 因為我們今天來YouTube創作者的派對 我今天要做一個任務就是 我要去看YouTuber們 手機裡面的鬧鐘 都是設幾點起床 順便問他們下一款 他們要換的手機是什麼型號 在看之前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3 2 1 開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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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月 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在音樂上面 很多可能都是我們之前認識的朋友 大家好 我已經找到了萊斯 我們今天要收聲 我是Youtuber的手機 好 我要知道說你的起床都是設幾點 我從來沒有在設起床 真的假的 你都不起床是不是 不是啊 自然醒就好了 自然醒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那你下一支手機你真的會想換哪一支 我應該還是換Android系列 Android系列 就是可能不想用iPhone 你再說一次 我可能不想用iPhone OK 好 我敢講啦 因為他不會有我的長安 今天又抓到一位了 你的頻道是 Chan Lily 我在做跟英文相關的 我只會組合我的英文名字 就是Tiam 還有我的狗OMI 其他我都不會 你的手機你是設幾點起床 我的手機喔 還好就八點 我會設三個 15分然後30分 所以你會賴床囉 會啊 我今天早上8點5分想 然後我媽跟我說 你已經想一個小時 大家看一下你的iPhone 你的iPhone後面很漂亮耶 這個是就是他有個卡套 那你下一支會用還是iPhone嗎 應該還真的用iPhone吧 所以你會選iPhone11嗎 我覺得現在太貴了 現在太貴了喔 我覺得沒有那個價值 就是他那個價差 對 沒有讓沒有 他的功能沒有合理化他的價差 好 蘋果大家 聽一下大家消費者的聲音好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明昭 明昭我們今天要check你啊 每天早上鬧鐘是設定幾點起床 我沒有設定到裝個習慣 是安心 那你現在用什麼手機 iPhone iPhone 對 那你會換下一款iPhone嗎 不一定 我本來想要換華為 華為呢 他最厲害的就是 十倍無損變焦 比如說你對面有一個女生 想要偷拍他的話 偷拍他的話 他可以變焦50倍 可以站很遠偷拍 GINO 我也follow他很久了 真的嗎 真的 不要場面化啊 我絕對不要場面化 但是我今天要開箱你手機 為什麼 我要知道你鬧鐘設幾點起床 為什麼有八點半 因為有時候 早上的通告很早 然後可能五點就要起床 然後等到回到家的時候 大概是下午五六點 所以我希望睡一下 晚上再起來剪片 原來有邏輯的 我問了那麼多人 只有遊戲的實況主 是不設鬧鐘的 你說他裡面是零個 因為他們覺得爽就起來玩遊戲 那我問你啊 你下一款手機會換什麼手機 我想要等10月份推出的iPhone 不好意思是9月20號 好對不起 幫我剪掉 我想要等9月20號上市的iPhone 我是薇特 薇特我跟你說 我們今天呢 要check你的手機 該不會是什麼要看什麼 私密照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看你設定鬧鐘 是幾點起床 唉唷 都是 上午11點 為什麼有下午6點 跟下午6點10分 那可能是就是 因為起來之後 開始工作 然後6點 剛好那時候有點愛捆 就設定一下 下午那個Siri 叫我6點起床 那6點10分 是因為我知道一定會賴床 你下一款 還是會想換iPhone嗎 還是會想換別的手機 我覺得我算是蠻特別的 之前全部都用HTC HTC 我是H粉 就今年大概4月份 我換TING 換了這個iPhone的時候 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裹粉 不好意思 全粉了 全粉了就對了啦 他是不務正業 小副生Stella 然後 我叫6六 你們到底是設幾點起床 幾點起床 看一下 對 你是幾點起床 我很多種 因為我去醫院實習 要5點起床 平常現在7點 那6六呢 其實 我的鬧鐘很多 真的耶 非常多 你最長 9點34分 對 為什麼是34分 我亂挑的 哈哈哈 你們的下一款手機 會想換什麼手機 下一款 我覺得會買iPhone 11 11我還不太懂耶 我覺得應該10以上 那我看你是拿10啊對不對 對 其實我是前兩個禮拜才剛換 今年如果沒有意外 應該是不會換 他們是乾杯 小菜 小菜 你們兩個 鬧鐘是設幾點起床 你鬧鐘是設幾點 要檢查嗎 不要你可以直接講 我相信你們 9點 你咧 沒有設 睡到自然寫 我還比較開心 比較像 我比較像YouTuber吧 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下一款手機會換什麼手機 下一款 那個就是Tim哥上次介紹的那個 RenFone 2 RenFone 6 RenFone 6 RenFone 6是ROG 2 ROG Phone 2 那個好手機 我就是他買手機 買什麼我就用什麼 我自己不懂 我懂了 那你就看我頻道就好了 對對對 嗨大家好 志祺七七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開箱 OK 就是你的手機都設定幾點起床 八點半 真的假的 對我是一個會八點半站的行人 然後我當然我都設八點半 很酷耶 因為我畢竟還有一個公司要上班 尤其是八點半到十點 是我可以一個人很安靜的 做事情的時間 因為我們公司的人 大概都十點十點半才來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間 我就處理掉很多 我需要專注的事情 會覺得 人生好像時間多很多 真的真的 我覺得早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用什麼手機 我現在是用iPhone 8 我還用這個iPhone 8 天啊你知道嗎 我今天你是問到第八個 OK 大家都用iPhone 對啊 用iPhone嗎 因為就習慣了 沒辦法被他綁架 被他綁架 那我問你 你現在手機會選哪一支 下支嗎 應該還是iPhone線 因為我的全部東西都是Mac相關 我要轉檔案 什麼都比較方便 所以還是會用iPhone 對但我拜託 真的很希望它是出USB-C 我太容易忘記線了 但是我先跟你說 不可能 它還是lightning 因為lightning太賺了 沒錯 lightning線賺爆了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搞不好明年 2020年你可以期待 OK 因為iPad Pro已經Type-C 對 所以USB-C這件事情 他遲早會統一的 我是希望他慢慢的統一 等到統一我再換 因為我對手機的需求 其實沒有很高 胡子 胡子我都有看你的DIY 謝謝 你真的超強的 你知道有一天我老婆看你頻道 他說老公你可以DIY一樣的嗎 我說沒辦法 不過我們今天想要開箱 你的手機設定幾點起床 幾點起床嗎 對 我是你今天問到的第三位 沒有射鬧鐘 真的假的 為什麼不射鬧鐘 10點11點 如果有準時睡覺的話 對 我7點就會自動起來 哇 那算是 身體時鐘調得非常好 如果有準時睡覺的話 有準時睡覺 如果沒有準時睡覺的話 就是我需要更多的睡眠 胡子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用什麼手機 我現在用iPhone XS Max XS Max 那你會想要換iPhone 11嗎 iPhone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支用得很好 那你可以撐到明年 因為聽說明年的iPhone沒有瀏海 喔 漂亮喔 而且還有5G 一加一 大家訂閱他喔 但我今天要找他們兩位 我要開箱他們的手機 好 我要看你們 拆解是 可以嗎 幫我換新的一代 新的一代是 拿來 真的長這樣嗎 就長這樣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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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醜 欸欸欸欸欸 對不起 他這樣 對不起 我想要問一下你們兩個的 鬧鐘是設幾天起床 喔 來誰先 我可以先 好 你先 早上11點 但我 我要說實話 我要說實話 他沒有在這個時間起來過 你做到9點就起來 這個時間其實是叫我的 因為他在旁邊想 這麼開心 因為我們的作息比較 比較晚一點 你知道目前我問到現在 最精實的就是志祺了 早上八點半一定會起床 每天嗎? 每天 那最不精實的是誰? 應該就是你 不好意思 遊戲的實況主沒有射鬧鐘的 我是九點半 九點半 對 但是你也沒起來 大家都聽我的11點 我最晚最晚就是11點 所以你們的鬧鐘應該是mix在一起的 然後叫醒他了以後 他再來叫我 我就會再來叫他 那我現在都 我老婆叫我一樣的道理 那我問一下你們 下一款手機想要換什麼? 我應該還是選iPhone吧 iPhone iPhone回不去 現在像我們MacBook iPad 全部都是Apple的 蘋果公關請看過來 我錄到現在為止 所有的YouTuber都只想換iPhone 但是我覺得這是沒辦法 沒辦法是不是? 所以沒辦法轉換 應該要給我們一點優惠啊 有沒有道理 有 有對不對? 蘋果公關 大家看一下這一集好嗎? 寄給他 寄給我 不是 優惠給我 我Share給大家 好 大家好 我是空姐在七頭 你知道我今天有個任務嗎? 什麼任務? 我要收聲 沒有啦 我要知道說 你的手機啊 你都設幾點起床? 今天 設七點 你下支手機會想到 想換最新的iPhone嗎? 還是想要繼續用iPhone 7 Plus就好 目前是用7 Plus用的 不太想換 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太過分了 那我想知道 你7 Plus用多久了? 已經 感覺要邁入兩年了 我建議你去換一下電池 你可能還可以再續用個一兩年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換過一次電池了 他那一次給我死當 他就直接說你主機要換什麼的 我後來找別人 後來就說 沒關係 你換個電池就可以了 蛤? 我跟你講 我幫你跟蘋果反應一下 謝謝 旁邊是球球 球球 我今天要開一下你的手機 好 就是我要知道你的鬧鐘是 射 機 點 起床 你拍一下 他的那個鬧鐘也太誇張 早上一點就要起床了 不不不 這就是 那是平常有射過的時間 哇塞 那你最常會開啟哪一個 我其實平常不會開鬧鐘的 好幸福喔 因為我都會把工作安排在下午或晚上 難怪 所以你早上 但是我們就可能就是很晚睡 但是也睡得很晚 可以睡很晚 那我想問你啊 你現在是拿iPhone對不對 所以你下一款手機會想要 iPhone 也是iPhone 一定是iPhone 那你假的模型機給他看一下 這支是iPhone11的模型機 沒有這個是小支的 對對對對對 你會覺得他醜嗎 三個鏡頭的意義是 他多了一顆叫超廣角鏡頭 就是你在拍的時候 他有大有超大廣角 你就不用一直往後退了 哦 我個人還好 還好是 對外型的部分 拍照照片最重要漂亮就好對不對 對 好的 你看 所以各位 我問到現在 很多人在選 沒有人在嫌他外型的 就在說 拍完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你好 我們是八婆Besties 我是米雪 兩楊 好 我今天要開箱你們兩個手機 看你們今天設鬧鐘是設幾點起床 可是我要先說就是鬧鐘設的時間 是我目標起床時間 我的鬧鐘設的是 好多 為什麼是七點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七 因為我起不來 OK 他的鬧鐘超多個的 我從八點到一點半都有 我還有另外一個鬧鐘APP 為什麼 為什麼有另外一個鬧鐘APP 因為要叫我起床 叫你起床 你們下一款手機想換什麼手機 我可能會繼續換iPhone 換iPhone 我也是iPhone 假的iPhone11 對 然後可是這個有點醜 對啊 這個 我跟你講 我們還是要等發表會 好 這個不準啦 這個還不準 参考用 参考用 聽哥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爹 老爹的頻道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頻道就是S9Car愛車去 我們坐車的 坐車子的 我今天要開箱你的手機 我的手機 我要檢查你的手機 鬧鐘設幾點起床 我就可以睡飽一點 哇 那坐車線好好喔 我們像我上禮拜是7點半的高鐵 所以6點多就起床 所以很累 你下一款手機要用什麼手機 大概就好沒關係 可能還是iPhone吧 iPhone 習慣的 你知道嗎 我從裡面剛剛問了一堆人到出來 每個人還是都用iPhone 還是YouTuber都用iPhone 還是iPhone有業配 各位 會是Tim哥 有麥克風又有鏡頭 鏡頭也穩 厲害厲害厲害 果然厲害 哪一支哪一支 這支S10 Plus 就你常用那一支 對 可以可以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說 我要開箱你的手機 可以可以 我要知道你 哪一個 鬧鐘設幾點起床 鬧鐘喔 我跟妳講 妳看他會嚇得到 我看 這是我的鬧鐘 哇賽 你鬧鐘怎麼那麼多個啊 你們看 你這鬧鐘太誇張了吧 因為我跟妳講 我會 任何可能 我可能睡午覺 或者是 我可能今天工作到白天 然後下午睡到晚上 對 我任何時候都會睡鬧鐘 所以我不會三鬧鐘 那我問你啊 如果你現在有錢 要換下一支手機 你會換什麼手機 還沒賣的也可以 應該是iPhone最新那一支 iPhone11 對iPhone11 我應該會換iPhone11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什麼事 我剛剛從裡面 問出來問到外面 所有人都要換iPhone iPhone性能比較好 我覺得妳可以跟他們推其他的 我覺得應該跟iPhone推一下 是我的YouTuber 給YouTuber的優惠專案 對不對 有YouTube頻道 一萬以上可以折多少 五萬以上可以折多少 十萬以上可以折多少 好像不錯的樣子 好像還不錯 可以喔 謝謝黑羽 這個是誰 朋友約回來的這個電套 好累 黑眼圈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飛機delay的感想 沒錯 我只想聽這個感想而已 就是一個不知道到底 就生無可戀啊 你的餐券到底有用到嗎 有 而且我跟你講 我去排的時候 他剛好說不好意思賣完了 不能排 還好有遇到就是同行認識的媒體 他們已經在排了 所以就想說 請他幫忙這樣子 所以互相幫忙很重要 真的 我要開箱你手機 我的手機嗎 你不用拿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很多手機 我只想要問你 你的鬧鐘是設幾點起床 今天嗎?還是平常 8點早上 好糟 你現在是我問過所有的YouTuber最早的 但是會從8點8點8點20到8點半 OK 好 那就是最常人了 所以各位 電套少女呢 其實也是會賴床的 對啊 一定要 下一款手機想要換什麼手機 好難喔 有意思 對啊 沒有 跟業配沒關 我們只是單純的想要分享而已 這樣好了 不要 我覺得因為他是科技頻道 他選三支 你覺得下半年 你最期待哪三支手機 我覺得就是剛剛參加玩的 Not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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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喜歡Note10 我也是 那第二個 Pixel 4 10月 還有呢 第三個 好我不要圍欄他 因為他剛剛才回來而已 有時差 還在想還在想 到底有哪幾支 可以 那到時候呢 反正那個語恩呢 每個禮拜二晚上都會直播 我有follow 下次可以再來玩 沒問題的 可以 我們等看蘋果還是什麼 好 對還有蘋果 對 還有蘋果 還有蘋果 頭好痛 那我們謝謝語恩 謝謝謝謝 所有的YouTuber Note10 真的都比我早 我覺得我這個人要好好思考一下 檢討一下 真的 不過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蠻多YouTuber的 還是都是拿蘋果手機 所以其實 今天看他們用什麼手機 接下來換什麼手機 也可以供大家參考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